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病人以球迷为主的多了 甚至有的新闻说 有的医院的门诊还特别开了一个叫做球迷门诊 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看病的一个主力军呢 这部分人群其实第一年龄并不算太大 基本上是以30岁上下为主 我们称之为叫做青中年的人群 那么第二点 这样的人群有什么特点呢 大家请听啊 关注一下 你自己属不属于这样的人群 第一 熬夜 第二点 不健康的熬夜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第三点 不良的情绪 当然还有其他 首先为什么熬夜 大家知道世界杯的时差大概不到12个小时 是11个小时左右 所以算下来的话 大家只要是想看 而且是直播现场一定是夜里了 那么这属于叫熬夜的时间 那熬夜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大家可能会说 有点累 有点乏 有点困 仅此而已 但是果真仅此而已吗 我们可以从中医的一些角度和西医的一些角度 我们一起来参照的对比一下 这些危害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正在逐渐的靠近你和我 首先 猪鱼中特别提倡一种养生的方法 叫十二时辰养生法 因为我们现在是24小时 所以一个时辰一定要对应两个小时 比如说我们从熬夜的开始的那个时辰 俗称叫紫时 紫时的时间呢 它指的就是夜里的11点到凌晨的1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叫做丑时 紫属丑牛银红卯童 接着依此排列下来 那这个紫时横跨夜里的12点前后 它对我们的养生到底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 首先呢 中国人喜欢说一个词 叫做你这个人做事啊 胆小如鼠 没有魄力 那这个胆我们怎么理解呢 是胆囊炎 胆结石 还是果真你这个小小的胆呢 其实啊都不是 这个胆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医中所讲的 11点到1点 所对应的一个脏术 就是胆 球迷朋友们准备开始起来看球 或者是一些白领们喜欢熬夜 大概就是从12点左右开始了 俗称叫夜猫子 那这段时间中医认为伤害最大的就是紫时的这个胆 胆主生发主决断 什么叫生发 几个例子啊 我们知道捕鱼在每年的有一段特殊的时间是进捕的 因为鱼儿要去产卵 说一句俗一点的话 你把妈妈啊 这些鱼妈妈鱼爸爸都给逮走了 那鱼宝宝从哪来呢 所以这段时间呢是禁止捕猎的 那我们人体其实也是一样啊 我们人体其实每天啊 就跟一个小树苗一样 先从这个土里啊发芽 然后慢慢的长 那么着重了成长之后呢 到黄昏的时候呢 我们再进行休息 就像到了秋天 再到了冬天 休养生息 第二天呢 我们再从这个小幼苗的阶段呢 再破土而出 周而复始 逐渐的寻往 所以大家会感觉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熬夜之后的第二天 一天都在乌精打采 所以千万不要去熬这个紫石 但是有的人 尤其是熬夜的人 会发现有个特点 一旦你熬过了这十二年 人变得特精神 这个其实就是 您把自己最后那点油啊 马上就要熬干了 就是那么一种状态 其实第二天 你会发现自己的头更沉 更昏重 自己的身体感觉更加的疲乏 而且有两三天熬夜之后 你发现整个这个人身体体力不支 好像似乎连睡一星期 这体力都不回来 所以中医认为 千万不要伤害这个小幼苗的阶段 就这个胆石 一定要简简单单的去睡觉 其实接下来的时间呢 叫做丑石 也就是一点到三点 大概呢 应该是对应着 我们中医的这个肝 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啊 叫肝胆互为表里 而肝呢 在我们人体当中呢 起到的是一个疏泄的作用 所以如果在此时 您不能按时睡觉 再做其他事情的话 比如说我们拿女性来说 这个疏泄不通 就会造成生理期的不调 甚至出现这痛经啊 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 女性都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长斑 因为疏泄不通 肝气淤质 除了长斑之后 我们还会发现 大多数熬夜的人群 第二天的情绪 特别的急躁 容易发脾气 因为中医中讲啊 这个怒伤肝 你伤了肝之后 当然也就会不自觉的 引起来这人发脾气 容易发怒啊 生气啊等等 所以在此呢 我们也劝诊大家一下 这个看似很简单的 一个子时 一个丑时 其实啊 就是在我们人体当中 一个破土而出的小幼苗 和一个逐渐生发的一个大树 您把这个苗都给掐了的话 来您 您看什么呀 接下来呢 我们从西医的简单的数据呢 再告诉大家 说熬夜的危害是什么呢 咱们人体啊 白天您在工作 但是咱们的什么是在休息呢 咱们身体的警察啊 就是我们搜索那些免疫细胞 他们准备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呢 好好地出来巡逻一下 正好呢 可以把那些捣乱的分子 还有身体中所存在的那些 一体的分子和不需要的那些坏蛋 统统地给它抓走 这样保证我们的身体呢 每天都能够健健康康 但是当您晚上不能够让我们这个免疫系统 正常工作的时候 免疫系统会说 哎呀 让我这么样的熬夜和加班 我身体真的受不了 那算了吧 今天啊 我就不出去巡逻了 那些捣乱分子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还得回去补补件呢 久而久之 随着免疫力的下降 人体会逐渐出现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问题 比如说大家可能说起来一个词 往往会说 什么肿瘤跟熬夜有关系 那我告诉大家 真的是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消化系统的问题 有些朋友有一些吃热食的坏习惯 吃东西特别快 特别烫 特别热 吃完了以后 他会发现嘴里呢 可能有溃疡 可能食道呢 也有损伤 可能胃呢 也有损伤 但是没关系 等到我们身体在休息的时候 其实那些免疫系统呢 就会很好地去修补这些漏洞 但如果你永远不给他机会 你永远都在这个夜里的时间 不管你是吃着烧烤呀 跟朋友小叙啊 还是上网聊天啊 还是看着咱们最喜欢的世界杯呀 等等等等 只要您不能让咱们的免疫系统 好好地重整一下队伍 继续帮助身体去挑出那些捣乱分子的话 那对不起 咱们的免疫系统真的是无可奈何 他想帮助他的主任 但是没有办法 实在是心犹豫 而力不足 像我们胃部的溃疡啊 出血点呀 迷赖呀 还有我们身体的吉他等等等等 各种问题就会出现 那九二九十我们就会说 哎呀 怎么会得这样那样那样的疾病呢 其实呀 这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是特别息息相关的 但是除了熬夜 我们发现世界杯还有一个特点 熬夜的人因为在看球 要消耗能量跟热量 所以吃点什么样的零食 最能够来提神呢 据我们大家发现啊 像啤酒啊 像烧烤啊 像那些有麻辣味的 北京人俗称叫麻小啊 麻辣小龙虾啊 等等啊 这样的饮食往往成为 熬夜人的一个首选 从味道上来讲 绝对是一流 您想啊 冰镇的啤酒喝出来叫爽 烧烤的那个串啊 那吃着叫一个香 这个凉啊 再配着这个香 我觉得我都在想吃了 但是我不会去吃 为什么 同样是熬夜 如果是补充热量 我们可以首先去选择那些 有营养的 但是肯定不会作为您首选的啊 比如说我们会建议大家喝一点西周一类的 碳水化合物 补充能量又快又简单又方便 而且没有多余的这样的对身体的危害 大家知道啊 像烧烤也好 像我们说的啤酒也好 像一些海鲜也好啊 甚至像一些火锅 还有一些麻辣烫等等 那么这里面含有大量的一种物质 会引起来一种现在叫做富贵病的啊 很多人群都会很常见 叫做痛风 而我刚才特别提到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像火锅啊 像海鲜啊 像啤酒啊 像动物的内脏做出来的烧烤啊 等等等等 这样的食物一定是好吃 但是它含的飘零水平特别高 所以特别容易导致痛风 所以对于那些本身就有三高的人 如果您再不注意的话 您就直接升为四高了 这三高再加上一个高尿酸血症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痛风 那您真的就有点冰入膏肓了 就越来越难治了 所以一般呢 我们会建议啊 首先大家进行一个合理的选择 自己一个熬夜的时间 前提是能不熬的话 您可以选择看转播呀 当然有些朋友说了 因为你不是球迷 你很难体会到 这个看球的刺激和过瘾 它就在于这直播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一旦酿成了一些很可怕的结局的话 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得不偿失 我相信很多的网友 一定也跟我一起去听到了一个新闻 说有一个孕妇 但是是一个地道的球迷 她正好刚刚还时间不长 她就跟自己的账务商量 说我真的呀 我有好几只对我一定一定得看 说要不这样子 那个我晚上起来这个看球 我尽量的做到这个劳逸结合 你看行不行 其实本来丈夫是不同意这件事情的 但是实在是没有争过妻子 最后只得说 哎呀那算了吧 那个你自己多注意身体 起来的以后呢 要自己呢尽量的不要太激动 结果这个真球迷的孕妇妈妈没有做到 看见自己的这个球迷进球了高兴 看到这个没有进球 自己也会跟着非常着急 她已经连续好几天熬夜看球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身体极度透支 而且又在一个情绪极度变化的过程当中 她流产了 那天她发现自己身体呢 出血之后 赶快叫醒自己的丈夫送到医院 但是人是抢救过来了 大人是抢救过来了 但是自己的宝宝没有了 所以在此呢 也通过这样的例子呢 去告诉我们的这些铁杆球迷们 球啊特别好 但是咱们的身体呀 其实更得好 有身体 咱们能够年年去看世界杯 咱们能够呀 去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如果咱们把免疫系统给她惹急了 免疫系统罢工了 身体就逐渐垮了 而且呢 咱们慢慢的把自己的情绪也变得非常的波动化了 咱们发现第二天 可能您会把这种激动啊 躁动啊 甚至是不良的情绪 直接带到职场当中 您跟您的这对方谈判的时候 您都是火腰味十足 您看看 一旦如果因为看这样的比赛 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 而引起来的您的工作上的重大的失误 我觉得对于职场人来讲的话 咱们也要考虑一个长期的一个后果 再次就给我们大家提了一个醒 您适当的注意选择自己的熬夜的这个时间表 如果您能够做到铁杆球迷 但是还能够做到一个铁杆的健康的自己的守护者的话 我觉得您才是一个真正的铁杆英雄和职场英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